为公众党后任主席安华担任首相而铺路的波德申国席补选 还剩下五天就要提名了 看看巫统或者国阵那边他们到底派不派人参选 似乎举棋不定 今天中午身为前森州大臣兼巫统老二的穆罕默哈山 他就突然发文告表态 他说反对巫统派人上阵波德申国席补选 他要求巫统应该专注目前党内的改革 这也让党领导层有点措手不及 今天下午他们召开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之后 他们在记者会上就针对这个脱了再脱的决定 有了一个定案 由老大阿摩扎西宣布他们最终的决定 我会担任挑战 我会担任担任 请要与国营业和国营业 我们就有任何人去免购 我会担任 要求一切与国营业 我会担任 我会担任 总统广队和国营业 我会担任 既然 抗议波德森补选 乖离选举原有的目的和道德 武统领导曾经听议决 不会出战波德森补选 武统主席阿慕扎西认为 政府与其花大钱搞补选 倒不如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 现场有记者问道 如果伊党选择上阵补选的话 那武统会不会助选呢 阿慕扎西坦言 两党是基于不同的个案进行合作 既然武统已经选择 背格补选 那就不会和伊党讨论助选和知识的事情 虽然国阵背格波德森补选 但是如果有成员党执意要上阵的话 那么这个成员党必须自己独立上阵 不能使用国阵的旗帜拉票 而国阵也不会为那一个 指引要上阵补选的成员党助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